白月光出国 我揭穿白月光的阴谋 还告诉江云书 其实那一夜是我 江云书又生气又后悔 施展浑身解数来求我不要走 全世界都知道 我是江云书的替身 还要当一个后爸 但是我不介意 无所谓别人如何嘲笑我 只要能陪在他身边 我甘愿做一个替身 结婚后 为了他的儿子江景 成了全职奶爸 后来江景商幼儿园 江云书就砸一个亿来捧我 把我送进娱乐圈 提供不少资源 我假装自己很爱钱 其实没人知道 我爱惨了他 就这样过一辈子 就很美满 不过顾丽如的回国 打破我的幸福幻想 顾丽如是江云书的白月光 我跟他长得很是相似 仅仅是外表 气质是比不上他 江云书说要给他接风洗尘 我只是默默不作声 三个人的饭局 总有一个是多余的 我就是江云书点完菜 还补充一句 等一下 蒸鱼不要放小葱 他对折顾丽如说 我没记错吧 你不吃小葱 顾丽如点点头 道 江总好记性 我在一旁像一个小丑 以前告诉他 我不爱吃香菜 他总继承不爱吃小葱 原来是顾丽如的口味 顾丽如颇有意味的眼神 瞧着我 很是不屑 我轻轻瞟了一眼蒸鱼 也不知道是心难受 还是未难受 我吐了出来 最后只是默默退出 他们二人须旧情的包间 为什么 我新电影的男主角 为什么换了顾丽如 我有些生气的质问他 江云书是A城首富 江市集团的继承人 人人都尊称他一生江总 而我谢准言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 江云书眉头紧簇 道 阿怀 你从来不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讲话 我一正许是失去理智 对不起 我低头道歉 江云书牵过我的手 带有娇气说 阿怀 我只是觉得新电影的角色更加适合 例如下一部电影一定给你 这是他第一次对折我撒娇 是为了顾丽如 我觉得心好冷 说 随你的便 我只是一个体身 他以为我不再生气 又送了全球限量版 只有三辆的蓝色跑车 价值一个亿 这个林震换男主角的事件 吵得沸沸扬扬 有不少人不喜欢顾丽如顶踢我的位置 毕竟我还是积累了一些人气 江总 你要是换成顾丽如当新男主角 我就撂单子 不干了 导演说得十分认真 对啊 江总 他已经过时了 现在也没人气 演技也不知道怎样 而且男主角是年轻人 顾丽如的年龄是不是大了一点 这样的话一点都不留面子 顾丽如有点窘迫地站在那里 我出来打圆场 说 导演 前辈们 顾先生比我早出道 也曾是我的偶像 所以 你们要相信江总的眼光 我说这番话 只是不想江云书尴尬 江云书冷冷瞧我一眼 我心里冷笑 他是不是觉得我是故意的 江云书微微一笑 道 我知道各位都是演艺界的态度 但是希望你们给顾丽如一个机会 我可以继续剥夺一倍的资金 支持你们拍戏 众人一听都乐开花 是啊 谁会跟钱过不去 而且 江云书的话是极有分量 谁都想攀上他的关系 我再一次沉默离场 我不过是替身 他都愿意挥金如土 何况是念念不忘的白月光回来了 自然更加愿意一致千金 这件事上了热搜 景浩顾丽如滚 装嫩抢角色 景浩 景浩谢怀炎地位岌岌可危 景浩 网上的留言也是铺天盖地袭来 白范力始终比不上白月光的 是男人 就抢回来 谢怀炎演技真的很好 娱乐圈如过江之际 过气顾丽如算什么 不会毁了我期待的 爱情是传说吧 我觉得心烦意乱 关上手机 江云书不怎么跟我接触 尽管回来了 也只是在客房睡 他跟顾丽如单独约会 还有激情亲吻视频 被余记拍到 还上了头条 景浩江市集团 总裁婚姻出现危机 景浩 短短一句话就可以影响股市的波动 当天 江市的股票一开始就跌停 江云书有点慌了 来找我 阿怀 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只是低头帮江景做手工作业 堂堂江总 一声令下 大把人前赴后继为你卖命 他抓起我的手 说 这件事 公关部想到了一个办法 但是需要你帮忙 你也不忍心看着江市垮了吧 说到后面 他有些哽咽 我知道 他当时为了江市集团 有多么的心狠手辣 他是个女性 本来连竞选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他做到了 我抬眸看着他 你想怎样 他笑逐言开 说 到时候下午三点开澄清发布会 你就说 激情接吻的人是你 你跟顾力如掌的相似 没人会怀疑的 我不能失去江市 那无疑是会要了我的命 我知道自己会去的 可以做到不去招惹他 但是他一来 说几句话 我就心软 我点点头 他欢呼雀跃 一个劲地亲我 又奖励我一套别墅 我笑笑收下 爱情是传说 这部戏播出 得到很好的反响 我知道是江云书在背后 做了不少支持 这就是超能力 炒作上热搜 天天高居不下 包下整个电影院点播 粉丝后援会 天天在网上宣传 顾力如又在翻红 他发了一条微博 多亏谢怀言的谦让 才有机会饰演 爱情是传说 我有今天的成就 也有他的功劳 他这番话 激起千层浪 当年他不过是 顶着神思 顾力如出道 现在郑主回来了 替身早该引入幕后 他们很像 但是不过 玩玩泪轻罢了 装模作样 表里表气 抱走我家谢怀言 不跟垃圾比较 粉丝 在我微博下留言 有不少支持我的声音 我为了不让粉丝失望 发了一条微博 我是这世间 独一无二的谢怀言 其实心里是 没有什么安全感的 面对他的挑衅 我不想说太多 将近悄悄走过来 说爹地 今天扎针真好痛痛 他不过是个四岁的孩子 但是跟我有缘 我俩也很亲近 他一直都把我当父亲 听他这样说话 我有点疑惑 怎么了 今天是谁 带你去医院的 将近歪着脑袋 想了一会 是妈咪 还有一个叔叔 我总有不好的预感 道 那个叔叔 是不是跟爹地很像的呀 将近点点头 心想 他们在搞什么鬼 不过很快 我就会知道了 而且我将会失去一切 我最害怕的事情 终于还是要来到了 江云叔没有半点犹豫 说阿淮 我们离婚吧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 你想要什么条件 尽管开 我听到他说的话 只觉得自己如同被雷劈 连呼吸都快忘了 我很想质问他 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 是不是只是把我当作打发寂寞的工具 但我没有 他忙着和顾丽如打情骂俏 我在洗手间 尽量让自己尽快冷静下来 我用冷水不断洗脸 多希望这就是一个梦 这时候 顾丽如走进来 男也内心欢喜 半靠着门边 双手环抱于胸 赢品就是赢品 你已经享受了不属于自己的福分 早就该退位 跟你这样的人账相相似 真是灰气 我紧紧攥着拳头 道 谁比谁高贵 要不是有江云叔 你会速度翻红 你不过是在利用他 我凑近他的耳边 继续说 我一天不同意离婚 你就永远是第三者插足 哼 还什么白月光黑月光 我才是江云叔法律上的丈夫 他脸色胀红 像是鲜活的猪肝 江云叔拿起一份报告 说江景的父亲已经找到 那就是顾丽如 他很是开心 而我很是难过 江景竟然是顾丽如的儿子 但是小孩是无辜的 上一辈子的恩怨 不该牵怒 在他身上 我抱起江景亲了一下脸蛋 这时候顾丽如一侧脸 有五个手指印 江云叔很心疼的上前问 你怎么了 他用眼神看一下我这边 随机摇摇头 我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 我翻了一个白眼 果然网友点评他很到位 表里表气 这样的男人真少见 江云叔明白他眼中的意思 说 阿怀 你怎么能打人 我淡然一笑 从容到 我说没有 你会相信我吗 就这样直勾勾的盯着江云叔 江云叔眼神很是复杂 随后避开我的视线 转移话题 道 小景 顾叔叔是你的爹地哦 还是一将江景还给顾丽如 我紧紧抱着 心里很无奈 江云叔不是问我想要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想要 只要江景 但 现在看来 再也没有一丝希望 小景 来 爹地 抱抱 顾丽如带着胜利的微笑 张开双手 江景突然大哭起来 两只小手紧紧抱着我 爹地 你是不是不要小景了 江云叔有点尴尬的说 小景 来 来妈咪这里 这位才是你的爹地哦 江景带着满眼泪水 看了一眼 顾丽如 不 他是坏人 他不是我爹地 我听见江景这样维护我 我心里觉得有点暖还有点心酸 江云叔硬是把江景抢过去 我双眼一闭 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想快步走出房内 身后转来江景带有哭腔的声音 爹地 你不要走 我害怕 我忍住想要落下的泪水 转身走向江景 说 别怕 小景是男子汉 以后都要学会自己一个人睡觉 还有 爹地只是去工作了 他这才破体微笑 我跟江云叔很快就领了离婚证 顾丽如发微博 是的 我有一个孩子 还配上和江云叔的亲手合照 很是甜蜜的样子 众人都在纷纷猜测 这个女人是谁 最后还是江云叔登报声明 公布两人的关系 我像一个小丑 网上铺天盖地的热议 谢怀言还是被抛弃了 顾丽如真有手段 回来没多久 就把江总哄到手 那个神秘的孩子 说不定就是江总的 最近瓜真多 一天不上网 感觉错过好多 江云叔跟我说过 江景不大喜欢顾丽如 还天天闹着要看我 说让我过段时间抽空去看看 我很是心疼 还没去看江景 就接到江景给我打的电话 喂 爹地 我饿了 我有点惊讶 道 你一个人在家吗 江景说 是啊 爹地 你快回来 小景想你了 我听了他的话 赶紧一路狂奔 但是我去到别墅 空无一人 心里又急又怕 想 小景 你不要出事 大汉林里来不及擦 只能到处去寻找 老天爷应该是听见了我的祷告 很快 我在一个不远处的公园找到了他 我满心欢喜地奔跑过去 小景 小景 把他用入怀中 像是失而复得的宝物 江景带有泪意 说 我一个人出来 不认得路回去了 我安慰道 没事 没事 爹地来了 咱们先回去 他蹲在那里 像是一只受伤的小猫 我把他抱在怀里 心里则是燃起熊熊烈火 见到顾丽如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一拳头打在他的脸上 他真是可恨 抢走一切 又不珍惜 在我感到幸福的时候 回来破坏一切 当时我刚出道 对他很是尊重 还是我的偶像 他比我高一届 是同一个公司的师兄 因为出道的时候 公司给我打造的人设 就是神思孤立如 还能博到一些小流量 也能参与拍戏 我一开始还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跟偶像长得像 他也是我的榜样 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他 但是他对我做的事 让我对他已经粉转黑 拍戏的时候 有一场对手戏 他故意NG很多次 因为他是顶流 所以导演都要对他低眉顺眼 他总是找借口 说要重拍 这还是一场 我被删耳光的戏 为了真实感 顾立如说要真打 在场没人会为了 我小喽啰去得罪顾立如 我还天真的觉得 他说的没错 演戏就该真实点 但是后来他对我做的事 验证他就是故意为之 那一天 我都忘了自己 被删了多少个耳光 不光脸肿了一个星期 还骨膜穿孔 顾立如嘲笑 你叫那什么谢怀言是吧 真是对不起 你没事吧 我不看他 只是用冰敷着脸 好狗不挡路 让开 他哈哈大笑 像是很开心的样子 说 你这样的人 别妄想爬过我 借我的名义出名 倒是可以当我的替身 有什么危险的动作 你可以替上 就没见过那个替身 会比正主还红的 你这种人 我见多 就是爱蹭 他的话全是嘲讽的意味 我忍不住 道 花五百日红 我看你嘚瑟多久 他警告 以我现在的身价 弄死你分分钟的事情 丢下一句狠话 就离开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 毕竟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威胁不了他 但是他 这人狭隘至极 顾立如还让人在背后 搞小动作 还跟公司说 我跟他只能留一个 公司不是做慈善 我自然是弃足 先是血藏我 不让我再出现大众面前 还不能接工作 这还不够 他还要在网上买通稿子 全网在黑我 娱乐圈龙蛇混杂 我人为言轻 最后的结局 就是带着一身伤痕离去 退圈之后 去当了空哨 江云书回来 看见我在左勾拳 右勾拳 大喊 住手 江云书指着我 谢怀言 你怎么打人 我实在忍不了心里的酸楚 大喉 我不但要打他 还想打你 举起的手 还是停在空中 只是一拳锤在墙上 将警窃窃地说 妈妈 我怕怕 他转头有点无奈地说 顾立如 你怎么回事 让你看管孩子 你还弄丢 顾立如低头说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江云书就是这样 轻轻一笔带过 我说 你要跟谁结婚 我管不着 但是你能不能对小景上点心 今天幸好找回来 万一被人拐卖 或者出什么意外 这后果我想都不敢想 江云书笑笑道 顾立如刚回来 很多都不懂 你何须发那么大脾气 我一正 都这个时候 还在为他辩解 顾立如轻声道 小景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自然比其他人更加上心 他咬中亲生两个字 我心里闷闷 像是被人隔空打了一拳胸膛 他继续说 今天小景能找回来 多亏有你 但是我们家事 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指手画脚 他这是在说我多管闲事 我看了一眼江云书 他保持沉默 没有维护我的意思 我只觉心灰意冷 再次明白自己尴尬身份 我当空哨的时候 在头等仓犯了错 不小心把一杯红酒撒了 那可是恶人赵二少 我以为自己会丢了这一份工作 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喂 你这人怎么回事 这可是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西装 有钱都要排一年的队才预约上 我只得低头拼命道歉 就你这样的穷鬼 打工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 叫你的乘务长过来 我正想呼叫乘务长 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 赵二少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不就是一套西装吗 我抬头看去 这是我第一次见江云书 他高贵的气质 还有端庄大气的面容 让我一不开眼 为我解围 让我不孤立无援 赵二少眼神有点闪烁 不敢再说什么 江云书继续道 很是碰巧 我跟意大利手工制作西装的师傅有些交情 让他尽快为赵二少裁剪一模一样的西装 这事就算了吧 说出来的话像是恳求 但是语气确实不容别人拒绝 赵二少只得善善达道 是是是是 打扰江总了 他只是回头瞪我一眼 也没再为难我 我对江云书说 感谢江总 江云书先是懒懒看我一眼 随后眼睛发亮 迟迟说不出话 我对江云书一见钟情 但这份情只能埋在心里 身份悬殊 就让我不敢再多想 飞机落地 我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我细心留意他的情况 见他总是捂着小腹 江总 这是暖水袋 也许会舒服点 江云书只是点点头 之后 江云书频频示好 我整个人都飘飘然 觉得一切都是梦 直到他说跟我结婚 我觉得自己真是被幸运之神砸中 江景奶生奶气地说 妈咪 我要叔叔 江云书有点疑惑问 你要叔叔干嘛 江景神助攻 道 我要叔叔做爹爹 三人哈哈大笑 真的很像幸福的一家三口 但是 这都是泡沫 很快就破碎 我以为跟他是互相喜欢 原来一切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 在漆黑的夜晚里 我把他压在身下 他抚摸着我的脸 嘴里呼出迷人的酒气 轻轻道 顾丽如 这三个字 让我整个人僵住 我大脑飞速运转 立刻就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 江云书有点不好意思 道 阿怀 我真的爱上你 刚刚不过是口误 顾丽如已经是过去事 你才是我最爱的人 本来浪漫的夜晚 只得尴尬结束 但是 他说的这样真切 应该是真的吧 算了 替身也行 顾丽如再次顾忌重施 想要买通搞黑我 我再忍就不是男人 他这般赶尽杀绝 我一味的退让 只会让他得寸进尺 我收集了不少证据 还真是不少黑料 足以让他永远退出娱乐圈 在无翻身之地 我直接实名举报顾丽如 偷睡漏睡 睡粉丝 第一项就能让他速度消失 第二项道德问题 只是想让江云书 清除他的人品 顾丽如的账号 立马就被封了 人设崩塌 还有广告商的违约款 都够他喝一壶 第一次见 还没有来得及 公关的顶流就没了 活该 这些所谓的顶流 拿着二百万一天 又拍烂戏给我们看 不会这样子 还会有粉丝吧 是该出手 挣一下娱乐圈的风气了 呜呜 哥哥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吃点好的吧 都实锤了 粉丝还在喜 我心情真是舒畅 月亮都特别好看 后来 我打听到顾丽如 没有去坐牢 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 是江云书 帮他把钱补上去 包括违约金 他被江云书命令 天天在家照顾江景 就这样 这就是偏爱吧 又或者是顾丽如 跪下求饶 江云书才帮他吧 过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碍眼的人 终于成为路人 江云书换了身衰竭 我看到这一则的新闻 心里一颤 以为对他死心 但是这样的事一出 我还是坐不住 去了医院配行 希望自己能配上吧 真恨这样的自己 但是我不能眼巴巴 看着江云书出事 也不能让江景没有了妈妈 不然只有顾丽如一个 江景的日子更不好过 这次来医院也不是白来 还能知道顾丽如 比我想象的阴险 跟上次一样 你就说我的肾不匹配 医生有点担忧的说 这样子的话 被查出来 我可是会被吊销 医师职业症啊 顾丽如的声音 有点生气 道 上次亲子鉴定 已经作假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听到这话 停下往前的脚步 躲在一旁偷听 顾丽如说 当初还特意出门 不关门 就是想让江景走丢 最后被谢怀言坏事 真是我命里的课 兴 我生气到极点 这人真是恶毒 医生有些讨好的说 也是到时候也肿走丢了 你在跟江云书生个自己的孩子 过不了几年 江氏集团还不都是你的囊中之物 顾丽如说 所以我的肾不能给他 我还有荣华富贵要享受 那么多人检查 总有人合适的 此刻我很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但是我必须忍住 现在最主要是江云书可以顺利做患肾手术 我的结果出来 配行成功 但我需要做的事情不止这些 还在悄悄收集证据 在我推进手术室的时候 顾丽如还在说风凉话 别人是卖女求荣 你是卖肾求荣 不过就算你死了 江总也不会喜欢你 我闭上眼睛 不想看脏东西 嘴上说 到时候就看看鹿死水手 手术很成功 江云书很感谢我 送了一个私人的海岛给我 我自然是高兴的 他能活着就很好 不过 看他精神不错 我觉得一切都该是时候告诉他了 小心枕边人 顾丽如来的正是时候 见到我在 他先是一愣 随即把笑容堆在脸上 对我一直说着感谢的话 江云书冷着声问 顾丽如 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顾丽如的表演瞬间就结束 装傻充愣的说 你说什么呢 江云书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根本不喜欢啰哩啰嗦 他这般死不承认 让江云书眉头紧簇 他把亲子鉴定和渗原配行报告扔在顾丽如的身上 顾丽如脸色煞白 很快 他指着我 是不是谢怀言告诉你的 江总 你不要相信 他肯定是妒忌捏造 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江云书冷哼一声 道 是真是假 重新咽一下就可以得知 顾丽如立马跪在地上 忙着磕头 江总 请你原谅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真的很爱你 所以才出此下策 他真是丢进天下男人的脸面 动不动就下跪 江云书声音如同冬天的雪花 你走吧 我讨厌被人欺骗 在出现我面前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顾丽如立马晋升 转头恶狠狠瞪我一眼 我说 你这是自作自受 怨不得别人 跟烂人纠缠 只会让自己变低端 三角戏 总有人要离场 这一次是他 而且是永远离场 这样心术不正的人 有在好的演技 也是肮脏的 江云书自顾自说 那一天晚上 我一直以为 那个男人就是顾丽如 看来江景的身世 还需要继续调查才行 那一晚 事后我给了他五十万 也不知道他怎么消失的如此彻底 我眉头一紧 五十万 难道这世上还有这样巧合的事 我轻声问 江总 是不是五年前的玉海酒店 他很惊讶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想起那一晚 喝得醉熏熏 突然被一个人拽进房内 随后两人就发生关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只剩下五十万 我觉得好笑 这是把我当什么了 一转手 我就把五十万捐给山区的学校 这样也算功德一见 为他 为自己 我继续问 那你最后怎么找了顾丽如 江云书有点无奈地说 我后来在公司见到他 就以为是当晚的人 但是有些细节我问他 他就推头望了 我也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他是假冒的 我有点激动地问 江景师那一夜之后 怀上了吗 江云书盲点头 我又说了一些细节 都一一对上 我俩激动相拥 没想到我们的缘分 早就已经开始 这样的曲折 真是造化弄人 我跟江景做了亲子鉴定 好紧张 很快结果出来 一切尘埃落定 真是太高兴 江景真的是我的儿子 这样的话 尽管以后 我跟江云书 无论怎样的关系 我都可以有权力探望江景 如果江云书对他不好 我还能抢夺抚养权 不过 这都是后话 江云书有重归于好的意思 但是我也许是被他伤透了心 不是很想重蹈覆辙 难不成再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出现 他就会再次变心吗 我拒绝了江云书 但是江云书好像不会罢休的样子 买了热搜 头条 还有纸质的杂志 真是无孔不入 睁开眼就能看见 江云书承诺谢怀言是此生挚爱 我真是哭笑不得 别人可是很是羡慕我 特别是纸媒 对我那是感恩戴德 谢先生 要不是有你 我们杂志社都快要倒闭了 现在江总可是给了不少钱 让我们每一期的杂志封面都写上这一句话 你能不能跟江总说一下 你说喜欢整本杂志都放上这句话 我真是要喊救命 这些是什么鬼 网上也不消停 每个大V都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江总姐姐性别不要卡那么死 看看妹妹行不行 只恨自己不是大V 谢怀言 你不喜欢的话 能不能跟江总推荐我 我看这是越闹越大 打了一个电话 道江总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江云书沉默几秒后 说阿怀 我知道自己以前做错很多 伤了你的心 希望你能看在小景的面子上 给我一个机会 我继续道 我们永远都是小景的父母 尽管分开生活 也不影响我对小景的爱 我说的这样直白 相信他应该会懂 但是我低估江云书 一个在商场厮杀无数敌人的他 怎么会轻易放过我 江云书还搞了灯光秀和烟花秀 又是上热搜的一天 再不接受 就有点不知好歹了 拉动经济 还得看谢怀言 何其有幸 脱谢怀言的福 可以看到这样别出心裁的烟花 小说里面的霸道总裁 今天总算见识到 烟花放了好久 让整个城市都亮如白昼 都是道歉的话语 看得出来 很是用心 江景给我打了电话 爹地 你跟妈咪在一起吧 我安慰道 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也不知道他明不明白 江景说 你要是不在一起 我就吃不上爹地做的饭 妈咪做的饭好难吃 小孩子真是可爱 外面突然下起暴雨 我靠近阳台 看见楼下站了一个人 很熟悉的感觉 是江云书 我在纠结要不要下去 觉得很是揪心 又想让他知难而退 但是 我还是打着伞走到他面前 道 你不要命了吗 这样大的雨 先进去再说 江云书说 你不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就不进去 我做错许多事 让你难过 现在我在你楼下 淋雨忏悔 好让你可以原谅我 我有点无奈 有点心疼 但是他死都不进去 阿怀 我爱上的不是你这张脸 我爱上的是你这个人 是独一无二的谢怀言 我说不动心是假的 狠一狠心 还是转身走进屋内 最后 我还是选择出国 我嘱咐他把江景照顾好 在机场告别 这是我们俩的结局 我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 殊不知 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 突然被重物撞倒 我忙回头一看 是江云书背部插了一把刀 整个人虚弱的趴在我身上 看见茫然的顾丽如 我即刻明白怎么回事 保安立马把顾丽如制服住 我望着江云书的脸一点点褪去血色 江总 你不要死 江总 这一刻 我很怕失去江云书 甚至 只要他能活过来 我做什么都可以 江云书微弱的声音传来 阿怀 我终于可以为你做一件事了 我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掉落在他雪白的脸旁 不要走 江总 你不要离开我 我祈求着老天爷不要那么残忍 幸好 抢救及时 江云书活下来了 手术很成功 我守在床前 一刻都不能懈怠 很怕他会离我而去 我觉得我很乱 我还爱着他 江云书醒来 说 我以前真是自私 总是强迫你 差点就毁了一声 阿怀 我想通了 你去做你喜欢的事吧 我忙说 不不不 江总 请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哪都不去 只想留在你和小景身边 将云书大喜过望 道 真的吗 你不用可怜我 我说 堂堂江总 哪需要我这样的平民可怜 我说的是真心话 江景扑过来说 哇 爹爹不走了 太好了 我说 开心吗 江景连忙点头 快乐的去玩耍去 江云书有点不愿 说 那你怎么还叫我江总啊 我脱口而出 以前不都是这样叫的吗 江云书冷哼一声 人家把命都给你了 你叫一声姐姐吧 他脸上一坨红韵 像是情窦初开的小女声 我只得喊一声 姐姐 以后都叫你姐姐 我其实一直都是姐姐控 姐姐美丽又成熟 真是无法抵挡 当然 江云书是我见过最美最萨的姐姐 这一声姐姐 她在飞机上为我解围的时候 我就想叫了 但是奈何身份悬殊 顾立如已经送去司法机关 至于怎么判 那就是法官的事情 不是我可以左右的 虽然江云书很生气 但是还是算了 因为我替他求情 因为我不想他影响我们的心情 姐姐 看来以后需要多请几个保镖 这样的凶险 我再也承受不起了 江云书点点头 说 你说的对 但是 只要阿怀你在我身边 我就什么都不怕 我笑笑道 当然 我愿意一生保护姐姐 江云书轻轻亲我的脸蛋 阿怀 你永远都是我的 我捏一捏他的鼻子 我再一次逃走的话 恐怕都要翻天了 我插翅南飞 一直都在姐姐的五指山里面 江云书感叹道 我跟顾立如在一起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我有些感动 他跟我说了心里话 还是我想听到的话 四目相对 我们忘情接吻 突然嘻嘻哈哈的声音传进来 我们立马分开 将近捂着嘴说 爹爹妈咪在羞羞 我觉得自己很矛盾 江云书伤害我的事情那样多 我还原谅他 其实是因为他不顾自己的性命来救我 我也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也仅此一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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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